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遵守安息圣日 愿神照着祂赐福给安息日的所有福气大大领告我们 小妹现在奉处耶稣圣名来圣道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查考神国与我家 我们已经查考过神国跟我家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家是神国的救赎计划的轨道 我们的家也是神国世世代代祭司的摇篮 我们的家也是蒙恩的单位 是真理的见证人 今天我们要来讲到我们的家是一个生命建造工程的工地 这个工地它所要建造的是一种灵性 也就是要为神来建造拥有属天性格的人格 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到十节 先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节 请读 这里说到我们都是神的田地 以及他所建造的房屋 那这个田它是要来产出神所要的产物 那也是要去建造一个神所喜悦的房子 这里说到这个房子它有根基 也有上面所要建成的房屋的身体 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那上面这房子要长成什么样子 就看个人要怎么盖了 可能有的人想要用金的银的这些材料 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用木头石头 三只小猪的故事就是有的人喜欢用茅草 有的人喜欢用木头 有的人喜欢用砖块 那会用不同的建材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 也显示了不同的人的价值观 每个人他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 他就会在上面怎么盖 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看个人喜欢 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后面就说第十三节 请读 这里说到 我们的人生一定都会遇到火的考验 神会用火来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试炼 来使我们的工程怎么样显明出来 十四到十五节请读 我们的人生喜欢怎么过没有关系 那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面对试炼 面对考验 面对审判 这也就是传道书最后的结论 他说 少年人啊 你在你幼年的时日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神必神问 那是在传道书的十一章九到十节 那所以 今天我们喜欢让我们的孩子被什么所建造 当然可以看我们高兴 对世人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不知道会面对火的考验 为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他们喜欢让他们的孩子的这个上面的建筑 充满了很高的成就 很美丽的外表 他们就这么做 他们不知道有一天 这些会随着火消化 就像昨天所讲的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知道 人生最后是怎么样 那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孩子建造那样的工程吗 we still continue or insist to build the construction on our childr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orldly people 15节讲到的 哥林多陈书三章15节所讲到的是 假设这个孩子的根基还在的话 那他上面的工程烧掉了还可以得救 但是倘若我们的孩子 在我们盖了那些 只是属世的事情之后 他的根基还能够保持吗 还是已经随流失去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四章 徒德前书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 1 Peter chapter 4 verse 17 to 18 1 Peter chapter 4 verse 17 这里说到 最终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而且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那这里说 中文说 义人仅仅得救 其实它的意思是 很少的义人能够得救 能够得救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已经很少了 因为神会去筛选出真正遵行祂旨意的这些已经洗礼的人里面 神还会再继续去筛选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是洗礼 但是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追求的就是 为孩子打造一个在灵性上用金跟银所建造的工程 这个金银不是世界上物质上的 而是在神眼里这些宝贵的材料 那这一个建筑 它是一个很坚固的系统 这一个系统 它是以生活为基础 然后让孩子去看见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 然后不断的强化的 这是一个从他的思想 到他的情感的认同 到他的行动付出 都不断的回馈又强化的系统 我们现在先来从负面来谈 为什么有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例子 就是信仰没有办法内化成为孩子自己的生命 那从这些负面的我们就可以去见解 是不是我也有做类似的教养 导致孩子变成这样 我们先来看参孙的例子 我们请看《诗诗记》的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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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只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人 但是他不在乎他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 如果他只知道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却不在乎他所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那就很可能走到后来是会走向参孙的结局 我们来看他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请看《诗诗记》十三章的第四节 请读 《诗诗记》十三章的第四节 这是天使来告诉参孙的父母 说你们会生一个儿子 并且他也把这个孩子所背负的使命 告诉了他的父母 那他这个使命以及他的身份是很明确的 他也告诉他们要怎么做 就是清酒浓酒不可喝 不可以吃不洁的东西 但是不能做什么的这一些 并不是这个信仰的重点 这一些是因为他归神做那些儿人 所以才交代的 所以他的这个被神分别出来的身份是尊贵的 他所被神所赋产的使命是神圣的 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把这个后面的重点传递给参孙 所以第十二节 which is recorded in verse 12 第十二节到十四节 第十二节到十四节 第一次的时候天使告诉太太 第二次先生又再确认一次 天使就讲了刚才所读的这一段 那这里马诺亚他所接收到的就好像只有注意要吃什么 喝什么 所以在参孙的观念里面 所以在参孙的观念里面 我们看十六章的十七节 请读 十六章十七节吗 对 OK Judges chapter 16 verse 17 当大力拉天天缠着参孙 赶快告诉我你大力气的秘密 赶快告诉我你大力气的秘密 那这个拿戏人对我的意义就是 我如果被剃头我就没有力气了 这是一个以他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信仰 也是一个建立在最低标准的信仰 他的父母只有告诉参孙这些最低的规范 不可以吃清酒浓酒 不可以被剃头 所以他的父母没有更积极地用金银来建造参孙 没有关于他的身份的尊贵 关于他使命的神圣 从今天来说就好像我们只有让孩子知道 哦 我有受洗 我不可以吃败过的东西 不能够吃有血的东西 我也不能够去拜偶像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些以外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有这个拿戏人的身份 我有真耶稣教会基督徒的身份 那这就是信仰 这就等于信仰 那这样子就会导致参孙其他这些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做出这些事情来 第二个他的父母 他父母第一个是只有给他最低的规范 第二个是他的父母不留意孩子的生活细节 我们看诗诗记十四章一到三节 let's turn to Judges chapter 14 verse 1 to 3 Judges chapter 14 verse 1 to 3 verse 1 So he returned and told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I have seen a daughter of Philistine in Timna now get her for me as a wife verse 3 but his father and mother replied can you not find a young woman among your relatives or any of our people must you go to the uncircumcised Philistine to get a wife but Samson told his father get her for me for she is pleasing to my eyes So from here we can see that it seems his parents really respect the children 用今天的状态来讲 我们大家也都 就这个时代告诉我们说 要尊重孩子啊 给他独立的空间呢 Put it into today's perspective We all been told as parents We need to respect our children We need to give them personal space 所以其实参孙这时候 还尊重他父母的意见 We can see up until now Samson at least he still respects his parents' opinion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中 他的父母没有主动去教导他 我们属神的人的婚姻应该怎么样 However from this passage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at during his daily life His parents never taught him We as people belong to God What do we need to do in terms of our marriage 特别是 你是纳西尔人哦 在律法里有规定 要只嫁娶 我们本族的女孩 Especially you've been a necessary 他在平常就没有给他这些观念 他在平常就没有给他这些观念 From this passage we can see that his parents never bestow this kind of concept to Samson 所以当他这个参孙 回来说 啊爸爸妈妈 我看到一个非利式女孩 我喜欢她 And therefore when Samson one day come home tell his parents that I saw a philistine girl I really like her 他更见就喜欢 When he saw the girl he liked her 他的父母平常一定也没有告诉他 心要怎么样约束 那婚姻要怎么样尊重 From here we can also see that His parents definitely do not actually educate Samson on a daily basis or regular basis that how you should control your heart and also how we should respect the marriage 那我们要为了进入婚姻 做怎么样准备 我们要寻找什么样 和神心意的对象 What sort of preparation we need to do towards our marriage and also what sort of spells that we need to look for in order to find placing in the sight of God 如果有讲这一些 其实就是一直在用金和银在建造了 If the parents are continuously imparting this kind of ideas to Samson Then that will mean that the parents are always using the gold and silver as a material to build on the child 但是很显然是没有嘛 所以参孙才会 现在有这样的行为 However apparently as the outcome we can see they never done so and therefore Samson will behave in this way 那会不会我们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也是这样跑来告诉我们 我喜欢我学校 我同事哪一个异性 那其实是跟平常 我们怎么建造有关 It is act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how we normally do and what material we use to build on our children 后面又说到他父母的回应 And later on we can see the response from the parents 好 那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 他可以好好教导了 At least here will give the paren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educate the child properly 但是我们看见他父母 就是用一个很柔和的方式 好像用没有讲得很明确 那个圣洁的原则跟底线 因为这个不坚定的态度 使得参孙觉得 我比你更坚定 那我就可以做 因为这个不坚定的态度 使得参孙觉得我比你更坚定 所以这就是平常没有在注意 或者没有积极地在注意孩子的生活细节 到底平常跟什么样的人交往 那在交往的这个观念上到底是什么 And during the interactions Exactly what is the exchange of opinions and concepts they have 就是这个relationship的观念 So how about also the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这些其实是父母要积极主动地去引导建造的 So these as the parents should proactively guide the children to build them 后来我们再看十四章的八到九节 Chapter 14 verse 8 to 9 Chapter 14 verse 8 to 9 他父母吃了 参孙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哪里来的 参孙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哪里来的 但是参孙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哪里来的 她父母也不会问 因为他们给孩子很大的空间 不要什么事都干涉孩子 那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出去了 去哪里我们也没有问 那他们回来了 问说你刚才去哪 他不讲就算了 那或者他给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们 或者我们看他正在用什么 我们也没问说这个哪里来的 那严重一点的 其实可能这会去反映出 他去都是在什么样的场所 那他们是看什么样的人来往 还有有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教会的孩子 其实他们所出入的地方 有可能会牵涉到毒品 因为这个在学校很泛滥 所以他们交什么样的朋友 有可能我们不问的话 不知道可能他们已经在毒品的威胁当中 那有一些信徒父母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很多的干涉 到后来孩子要去哪里 他都拦不住管不动了 所以我们看见 从很小的事情 看参孙的父母 我们就知道 其实他父母真的就是给孩子太多空间 我们会说太多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其实是消极 没有积极去留意和回应 第三个他的父母所做的就是 把信仰跟生活分开 我们看十四章的一到二节 那这是我们刚才看见的 This is what we already read 我们看见参孙他的生活 就是一个在外邦的文化里面 We can see that Samson's life Or his living lifestyle Is actually among the Gentile culture 他就在外邦的环境里 看外邦的女孩子就喜欢 就是他平常喜欢的这些文化 可能都是这些世俗流行的文化 所以以今天来说 可能我们的孩子整天都在听流行歌 看这些电视剧 或是玩这个世界的这些游戏 我们可能也像参孙父母 觉得没关系啊 那个就是他的休闲 但是那一些就是会去 形塑孩子的价值观的入侵 那我们的孩子每天接受这些流行文化 他就是认同 对 就是要这样打扮 就是要这样讲话 那我们的孩子每天 什么 they're immersed in Is those current trendy culture And therefore they will think That this is how I should dress This is how I should talk 然后看见像这样子 符合这样子价值 的标准的异性就会喜欢 那我们再看第十节 这个参孙他就也仿照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做啊 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都仿照 这里的年轻人向来都是这样做啊 那这个就是他父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他父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把信仰跟生活分开了 让他的孩子的生活分开了 所说的话都受流行文化的影响 但是他的父母还是觉得没有关系啊 反正他的身份就是那些人 他有在聚会就好了 第二个他没有注意到 这个生活是会去影响到孩子的性情的 请看十六章第一节 我们发现参孙他是一个非常情欲的需求很高的人 尤其是在性这个方面 那其实这个都是他的生活 尤其是这个文化去诱导他变成这样的 这个文化就是不断地鼓励大家去顺从情欲 不知道澳洲的学校是怎么样教导孩子关于性的观念 在台湾的话是不再告诉你不可以发生性行为 而是发保险套给你说要有安全的性行为 那在学校的校园里也是在鼓励说你要探索自己的情欲哦 那这是与我们真理的观念完全相反的 但是这样环境的氛围会不断地去塑造我们这个性情 我们又看到参孙他很凶暴 所以从第14章到16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很容易就发怒 他一生气他就用他的力气去杀死人 比如说14章的19节 这里固然神的灵感动大参孙 但是呢他最后却是用自己的发怒来滥杀无辜 但是呢他最后却是用自己的发怒来滥杀无辜 第15章那里呢他一样也是一生气就放火烧人家的田 那16节又说他一生气也是杀人成堆 那除了他非常的凶暴之外 他也非常的被自己的需求所控制 他也非常的被自己的需求所控制 我们看同样这一章 第15章的18节 这里参孙他遇到困难还知道祷告 但是他祷告的重点那个中心还是自己 但是他祷告的重点那个中心还是自己 神变成一个他使唤的仆人 他虽然嘴巴上说我是仆人 但是实际上他才是主人啊 他把神当仆人这样使唤 那怎么可以让我渴死呢 那他就好像以扫一样 就是渴啊饿啊都是比永生比神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参孙所过的生活影响了他的性情 他成为一个顺从情欲的人 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17节 Let's turn to Galatians 5, verse 17 Galatians 5, verse 17 For the flesh desire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For these are opposed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hat you should not do those things you might wish 如果是顺从情欲 那就是不去干预情欲对自己的支配 就是我想生气就生气啊 我渴了就是要喝啊 我想要我有信的需求啊 那我就要得到满足啊 如果是这样 就是顺从情欲 也就是与圣灵相争 就是说当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 就是在与圣灵相争 在亵渎圣灵 我们也让圣灵担忧 所以我们来看 迦太书第六章的七到八节 不要自欺 不要自己说 我的孩子长大 他自己就会开始服侍 他自然就会嫁娶主内 是不可能的 因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我们种的是金跟银 收的就会是金跟银的财宝 我们顺着情欲撒种 那就会收败坏 我们顺着自然 就是自然发展 那其实就等于是顺着情欲 我们只有去靠着圣灵 去干预 去征战 他才可能顺从圣灵 我们只有积极地去建造 去给予特定的观念 他才不会受 这个外在 外邦生活世界的影响 唯有我们主动积极地 为孩子撒 属灵的种子 才能够 收永生 我们上午先 第一节先到这里 请大家同心磨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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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